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无加心 讲无加心的话 前面我们讲了共同加心然后就讲了不共加心 不共加心当中皈依和发心上一节课已经讲完了 那么这一节课准备讲共曼刹罗 共曼刹罗 还有共曼刹罗 我们要讲金刚萨埵白子民的忏悔修法 就是这两个 现在所讲的这些法实际上只是密法的 不共修法 因此这里的皈依的修法和发心的修法 还有共曼刹罗的修法 金刚萨埵的修法 一般的显宗当中没有修法 所以我们可以称为不共修法 跟显宗的很多修法当中的确也是没有的 不管是藏传佛教的显宗修法当中 或者汉传佛教的修法当中都没有 所以我们可能仅仅是学汉传佛教 或者学显宗的话 这些修法不一定能找得到的 不一定对应得上 当然极个别的有些修法 在汉传佛教的一些唐密的手机当中也可以找到 但是没有像藏传佛教那样 此地非常分明的 一层一层的修法 所以如今在全世界的很多佛教徒来讲 藏传佛教的无加心 尤其是尼玛派的无加心都修得非常多的 你去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时候 几乎可以说很多佛教徒 学密宗的人都在修行 包括其他藏传佛教当中的 萨迦格鲁以及嘎举派 绝囊派 都有无加心这样的修法 有些是有四加心的修法 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听众当中 实际上是有不同教派的佛教徒 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教派 它的修法对每个人来讲非常有利 就像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的 以前的嘉阳群彩文博 或者说近代的 定古群彩仁波切 还有萨迦派的很多高僧大德 格鲁派的很多高僧大德 以及尼玛派的很多高僧大德等等 他们的传记当中 非常明显地看得出来 其实他们对每一个教派的 这些加心和本尊和 他们的生起次第 圆满次第都完成过 因此有个别的一些 不同的佛教徒不用任何的顾虑 如意宝无论是在哪里 它都可以起到它的作用 满足众生的意愿 像我们清净的水的话 无论是任何众生 都可以接触它的干渴或者干燥 这是它的不共的能力 因此说 各教派的弟子们 不要有特别狭隘的心 因为我是某个教派 这个法不能看 那个法不能修 那个上师不能朝拜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传承弟子 他所传下来的 都是暂时的路径不同 但实际上最终都是 可以说殊途同归吧 就是应该说不同的路 最后的目标完全都是可以移植的 我要你们来来去去 为什么 可以 你们没有时间的赶快去啊 不然的话 我的心也跟着你们走了 师父 你又回来了 你是藏族还是汉族 我是汉族 现在在学习造物 这样的 我们讲到前面不共加心 就是皈依和法心 今天先讲曼茶路 然后讲金刚萨埵 有些修法当中先讲忏悔 然后讲积累资粮 也有这样的 包括我们前面的不共的共同加心当中 有些时候 轮回过患讲在前面 也因果不虚讲在后面 有些讲义当中先讲因果不虚 然后讲轮回的过患 其实这个次第都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如果我们要修哪一个法 根据哪一本书 比如说我们修开现解脱道 先修曼茶路 然后修金刚萨埵 如果我们修其他的一个法 这个法本当中先讲金刚萨埵 那么先修金刚萨埵 然后修曼茶路 这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曼茶路 实际上是为什么要讲积累资粮和净除罪障 我们经常称为叫做极致净障 那么这个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修不起来呢 原因有两种 第一个原因 我们福报太浅了 如果福报太浅 没有积累过任何资粮 这个人的修行也不一定是成功的 如果一个人的业力非常非常深重 那么他的修行也不一定成功的 因为如来藏的光明被业力 被障碍的运已经所覆盖着 那么这种情况也修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真正能通达无二的智慧 一定要修这样的加行 修这些加行以后 的的确确在自相续当中的改变是完全不同的 一是发本的加持力 传承上师的加持力 这个很有差别的 也许可能我们有些人 不一定承认所谓的加持力 其实我以前也是 在不同的场合当中都讲过 所谓的加持力是一种能量 一种能力 不仅是我们佛教当中都有加持力 其实我们在世间当中 也有很多加持力 我们看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始终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 其实它有它的加持力 我们如果看了一个世间当中的格言 或者名人的手机 那么这本书对你整个人生的影响非常大 其实这也是一种加持力 这种加持力 你没有亲自去品尝它的味道 那就根本得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可能 五十万加性的加持力 你从来没有修过加性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 如果你自己已经修完了加性以后 然后你再看看你的心态的时候 你以前没有修加性之前的心态 跟修完加性过后的心态截然不同的 就截然不同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已经受到了真正传承上师的加持力 本尊的加持力 上师的加持力 包括护法的加持力 我们有时候很多人可能 传授当中的上师 本尊 护法身的话 你就根本感受不到加持力 但是你如果真正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 就去用你虔诚的信心来经常祈祷 经常供养 经常积累资粮 那么之后 你的心态完全都是改变 而且这种改变是永久性的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呢 就是获得了加持力 因此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也应该清楚 你没有修过任何的加性 就是没有修过任何的加性 也没有修过任何的密法 也许可能有些道理 对你来讲比较遥远 不一定马上能感受得到的 但如果你的心和行动 加入到这样的行业当中 然后你去品尝到它的美味佳肴的话 也许可能你的心态跟以前完全是不相同的 这一点很多事情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感知力 通过自己的感受力能接受 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别人讲了 不一定能完全明白 应该自己品味的时候 自己应该非常清楚其中的奥义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吴加星好像我以前讲过一遍 其实这次一节课讲一个加星可能好一点 讲两个加星时间有点干净 今天我就不管时间了慢慢讲 也许讲两三个小时这样的不用欢迎 没事 今天我们先讲曼茶 曼茶罗 曼茶罗它的意思是印度的梵语 也叫做贪嗓的意思 就是贪嗓也叫做它有一种世界 也有世界的意思 它有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综合 宇宙也有这个意思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修一个曼茶罗呢 我刚才也讲了 这个是积累资粮 就是《前行》当中有一个教证叫做什么呢 具身的智慧是唯一的 依靠什么呢 依靠机智 金掌 还有具身上师的加持力而产生的 具身智慧 也就是说 我们生意的最好空性间的智慧 它能产生在我们相续当中 唯一的有三种方法 那三种方法呢 积累资粮 净除罪障 还有依靠上师的加持 依靠这三种途径 能生起 我们可以讲证悟空性 除此之外的其他的方法 应该是愚痴的方法 没办法的 唯一你要证悟空性的话 好好地积累资粮 好好地铲除你的罪障 好好地祈祷上师通过这三种方法 一定能获得的 就能获得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也应该在自己修行的 这样漫长的路上面 要抓住终点 现在有流行的话叫做 重要的事情要重复三遍 给你们重复三遍 积累资粮 净除罪障 祈祷上师是唯一证悟空性的方法 除此之外的很多方法 不是真正的方法 应该说它是一个付诸的方法 所以我们积累资粮 供养曼茶罗非常重要 供养曼茶罗的目的 可以这么讲的 它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呢 实际上它的曼茶罗 这里面有很多的表示方法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一个是所修曼茶 一个是所供曼茶 所修曼茶 我们平时把它观想为三个刹土 这个曼茶罗 下面是它的地座 这一层代表化生世界 第二层代表爆生世界 第三层代表化生世界 也就是说 所供曼茶罗 我们就放在佛台上 一般来讲修曼茶罗的时候 下面算是它的地座 它有三个台阶 它有三层 三层当中它分别表示 发生 报生 化生 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它观想什么呢 就是像发生 普贤王如来 然后报生 金刚词如来 那么化生 西金刚 或者金刚萨埃主的 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 所曼茶罗修行的对境 一般来讲 我们以前在前行当中 也是有这个图画 供曼茶罗的时候 前面佛台的三个台阶上面 有佛经 佛塔 佛像 这叫做三所义 然后第二个台阶上面 我们把所修的曼茶罗放在中间 然后第三个台阶在上面 我们一般做物供 什么狮子 花 水 灯 还有香 就是按照坎布瓦雄 《前行备忘录》里面 按照《前行备忘录》的修法来画的 这个当中我们把它作为 供曼茶罗的对境 意思就是说 我们观想什么呢 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佛像 还有唐卡 这些都是在佛堂里面应该可以有的 本身你的佛堂里面有什么佛像 唐卡 包括有些护法神的像 这些都可以 如果比较多一点的话 中间 凡是你的佛堂里面放一个曼茶罗 这个不用撤 刚开始供的时候 你用三十七堆的念诵仪轨来 供上去 供上去之后 很长时间都是不用把它还 不换也是可以的 一直放在那里 这个是我们的所修曼茶 我们《前行》当中也是一个 所供曼茶罗 所修曼茶罗 所修曼茶罗 实际上是我们供养对境 也就是说 我们要修持法宝三圣 三圣刹土的七世界和有情世界 我们都把它当作所修的对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要说供曼茶 为什么我们要供养曼茶呢 其实我刚才也讲了 供曼茶罗的主要目的 就是我们要积累资粮 积累什么样的资粮呢 我们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物质 有主人和没有主人的所有物质 全部我们要去供养的话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过心理来观想 这样的供品全部供养十方诸佛菩萨的话 我同样得到福德和资粮 我们以前也讲过 一幻供养的功德跟我们真实供养的功德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说供曼茶罗是非常好的一种修行方法 以前阿底峡尊者随时都是带着一个母指的曼茶罗 什么时候相续当中产生一些恶分别念的时候 他马上下来供曼茶罗进行忏悔 那么前辈的这些大德们对供曼茶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而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 千万千万不要忽略他 或者看不起 这种说法有什么呀 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啊 千万不能这么想 因为很多人自己的愚痴 自己烦恼的原因 很多有价值的 有道理的这些真理 我们有时候是不会接受的 不接受的主要原因 我们相续当中有一些无名烦恼 有无名烦恼他经常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看不到事物的真理 这样一来我们会失去了许许多多的机会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分别念 一定要依照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因为这些大德们的智慧 跟我们的智慧相比较起来的的确确 就是说我们的智慧 可能这些前辈大德的智慧的万分之一 千分之一 我们可能即生即世修来的 所有的智慧加在一起也没办法相比较的 这一点我并不是赞叹某个大德的 但应该我们从自己的修正和他们修正的智慧 可以在某些地方做比较 这样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这样一来供曼刹罗非常重要 供的时候经常我们这里准备一下 这样的曼刹盘以前也是教过 以前我当时好像把那个挂在脖子上这样弄吧 我今天世间关系简单 可能有些我们没有修过加行的有个别的道友 通过这次我们讲加行之后 希望大家应该能修加行的时候 应该有一种我刚才讲的一样的要观想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观想光是天天供十万曼刹罗的话 虽然数量上已经完成了 但是质量上不一定质量上需要什么呢 就是心里面想我们三个世界当中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化身世界 化身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现在所化的世界 叫做娑婆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包括四周和须面山这样的世界很多很多 它表示一个释迦牟尼佛的所化世界 在化身世界当中所有的这些人和食物 所有的愚妙供品我要去供养 这是首先我们用第一个牟尼佛的时候 把它代表什么呢 代表化身世界 然后我们这里面供曼刹罗的这个队 有五队的曼刹罗或者七队的曼刹罗 或者说有三十七队 然后在上面观想的时候 我们用宝生世界 宝生世界的话 西方极乐世界 妙观察成熟作者的 北方什么 不空成就如来 东方金刚萨埗 南方宝生如来 中方我们所谓的毕罗扎拉佛 但是按照《大黄王》当中有两种说法 这是无放世界 无放佛 宝生无放佛和无放所有世界的供品 这个表示第二个 第三个它是法身 法身没有刹土 也没有所谓的 法身真正的本体 它跟诸尊 跟刹土 跟眷属 都是一为一体的 无二无别的 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刹土吧 也是一种刹土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心本来的面目 如来藏的光明空性 无二无别的本体 实际上是所谓的法身 代表这个 包括我们自己内心的现空 世间当中所有的清净和不清净的物质 以及佛世界当中的所有的 一切的一切 全部作为供品 然后我们把这个 也就是说 所有的三生世界当中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供养诸佛菩萨面前 让我积累资粮 利益无缘的众生 我们这个供曼禅罗 最主要的想法 实际上就是积累资粮 这个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当然供曼禅罗 有很多的仪轨都是不同的 《大圆满前行》里面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这里面一般的三十七堆曼扎罗 实际上以前帕斯巴 中棍琼帕 他所造的 那个仪轨也是他所造的 一般藏地来讲 这个是比较流行的 比较多的 任何一个不同教派的寺院当中 到了尼玛拜的教派寺院里面 他们也会供 萨迦 各路 该局都在供 那么其他的有些 包括三十七堆曼扎和三生曼扎 我们一般不同的教派 都有不同的供法 我们供曼扎罗的时候 刚才也讲了 一般曼扎罗自己的材料 上等是金子 白银 中等是黄铜 铁盘等等 这些是什么东西是不是银子 好像不是假的 如果实在是自己的条件不具足的话 那么华智仁波切前行里面也讲了 用石板 木块这些也是可以 但现在好像居士当中最穷的居士 曼扎盘好像能卖得起 因为有些曼扎盘比较便宜 不是特别的贵 以前的大德们连曼扎盘的财物都可能比较少 就是这样的 供曼扎的宝石最好上等用金银宝珠 特别好的 那么中等一些无辜粮食 青壳 梅子 大米等等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一些稀杀 或者说一些 当然自己明明是有 舍不得供的话 这也是不行的 我看到有些道友 自己可能福报各方面都是比较具足吧 在佛堂里面放的很多金银的曼扎罗 特别特别好 自己供的话 也经常供 这个不仅仅是修五十万加行的时候 平时早上起来的时候供一下曼扎 这个供得特别特别的大 以前宗喀巴大师 他的手腕已经磨破了 一般前辈的高僧大德都是这样的 把这边的手腕磨破了以后 用手的侧面或者手的背面来磨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磨呢 实际上并不是曼扎生卖有不干净的东西 或者也并不是诸佛菩萨 他们有什么 他代表我们心相续当中 有很多的烦恼成狗 这些成狗通过这种方式来 把它摩擦 把它清掉 清掉 一方面它是一种很好的忏悔方法 一方面它是一种积累资粮 我也希望很多道友 最好把曼扎罗好好地修十万遍 修十万遍的话 即生当中你对 我们不说积累资粮圆满佛果 但至少你的生活也会改变的 有些人福报太浅了 好像每天连生活都不好过 每次都是没有钱 这样以前没有修曼扎罗的原因 修行方法比较简单 广的话 我们以前在其他前行的引导文当中 都讲过很多次 尤其是《普贤上师眼教》里面也是讲得比较多 我在其他的课里面也讲得比较多 早期的有些方法可能讲得比较细一点 这方面你们还是可以看看 下面我们把一遍念传承 字面上做简单的介绍 漫浩罗欧喽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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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贤上师眼教》里面好像三世曼扎罗有三个颂词 念诵有点困难的以前的一些大德们的传统 三世曼扎罗念三万遍七对曼扎是我们平常念的 原来有一个人说他已经修完假信我说你修完假信的话 你给我念一下曼扎罗的偈颂他就不会念 他说我念了十万遍但是现在忘了 一个偈颂念了十万遍不会忘吧 所以有些人说我修完假信故意假暴的时候 我就会靠曼扎罗的偈颂 七对曼扎罗修什么呢 修七万遍 一般来讲我们修完十万假信的时候 比如说皈依十万 发心十万 如果有时间在上面念每一个增加一万 这样补充中间的一些缺陋 中间的一些不如法 比如说发心十万的话 发心念十一万遍 皈依念十万一万遍 然后曼扎罗也是如果修十一万遍 非常圆满的 因为以前前辈的很多大德和修行人 经常会这样的 修行的方式当中 我们以前在前行当中 有三十七对曼扎罗 它的整个东南西北 四方四语 包括里面所有的这些供队有这样的 但我们平时修行的时候念一遍或者三遍 供一个三十七对曼扎罗刚开始修的时候 当天这样供一次 我们下面修的时候 大家可能没办法一遍念偈颂 其实曼彭仁波切的偈颂非常方便 你念一遍 因为这个叫做三生曼扎罗 三生曼扎罗一般化身有七对 他七对的原因 一般是东南西北 还有日和月 再加上中间的须弥山 这样四大部主 东圣圣柱 西牛河柱 然后北居楼柱和南战部主 再加上日和月 再加上须弥山 这样它是七对 五对曼扎罗表示五方佛 也是五方佛的世界 法身曼扎罗 只要一个表示就可以 这样供曼扎罗的时候 一般三生曼扎罗可能比较方便 尤其是我们修曼扎罗的时候 灵提派和其他的有些念诵仪轨比较多 这个非常方便 这个偈颂念完了 再念前面曼扎罗的咒语 这个咒语一定要一起念 当然有个别的不念念了一遍遍以后再念一个咒语 也有这样的做法 但是最好我们全部念 就是全部念 其实蒙普仁波切的仪轨确实特别好秀 不然其他的仪轨不是特别方便 我看到过一个顶果钦斥仁波切 他有一个 也是比开心解脱道还比较简单的 有一个仪轨 每一个无价信只有一个颂词 你看我们这里可能发信 还有上师瑜伽 有好几个颂词 顶果钦斥仁波切那个 每一个都有一个颂词 但是这个传承我们也没有 我看到过台湾的很多弟子 好像我修行的人没有看到过 但是带着法本的人看到过 也许他们修了吧 但有些人只带法本 没有去修 凡是台湾和香港那一带有这个法本 以前也有翻译过 我想不管怎么样 我们开心解脱既有传承 也有这样修行的方法 也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试穿过 这个也很重要的 那么这样 我们修行曼茶罗的主要内容 嗡阿弘 嗡阿弘分别为法宝化三生的 呼唤的一种表示 那么下面所谓的三生是 法心等心法身刹 那么法戒 法戒实际上一切万法的本性 它是等心无二 空性的 那么这叫做法心 法身刹土 也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如来藏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这就是法身 当我们证悟无二智慧的那个本体 也是叫法身刹 说是刹 但实际上刹土 刹土的主人 没有什么分开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自现无部 宝生刹 自现无部在一些菩萨面前 自己面前所显现的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无方佛的刹土 无方佛的这叫做宝生刹土 那么第三个 叫做边空 化身刹庄严 也就是说 边满虚空 那么虚空边缘那一个世界的话 实际上 化身的世界也是在那里住边者的 那么这样充满虚空劫所有的 化身刹的庄严 就像释迦牟尼佛刹土的庄严那样 各种包括我们现在的 外面的物质 财富 所有所有的好的珍宝 这些东西 我们全部一一地以普贤大乐运供的方式 来供养诸佛菩萨面前 普贤大乐运供 我们以前在前行当中也是讲过 比如说 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发五种光 每一个光端有普贤菩萨 他无量无边的供养天女带着不同的供品 然后呈现出无数无边的供品来供养 十方诸佛菩萨 这就是普贤运供 那么以这种方式来 我们去供养 那么这就是供曼茶乐的方法 那最后供养最后的接着方法 也有不同的 但一般来讲在供养诸佛菩萨的对境发光 然后自己和一切众生入于光 最后在不愿的境界当中安住 最后三根回向 这样 这就是供曼茶乐 我们简单地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供曼茶乐的方法 那么第二个讲到就是说忏悔 金刚萨埵 金刚萨埵忏悔先念一下是吧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下来讲金刚萨埗的修法 金刚萨埗的修法实际上它是一种忏悔方法 为什么我们有些修行修不好呢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因为业力非常深重 我们将如来藏光明的明镜被各种自行罪和佛制罪 也就是说 杀盗 阴亡 利监狱 厨语 还有贪心 害心 邪见等等我们始终不善业 还有烦恼 别截多戒 菩萨戒 彌生戒 这样种种的障碍所遮住 所遮住以后我们没办法能如丽如实地现前 诸佛菩萨本来的面目也好或者自行的本来面目 没办法如实地展现 因此我们特别有必要修金刚萨埗的方法来忏悔 这种忏悔方法现在我们作为佛教徒当中 的确是大多数的人很重视 也应该值得重视 为什么呢 大多数的人以前没有皈依佛门的时候 也许造了许许多多的业 我们今生当中也造了这么多的业 我们今生的以前 上一世 上一世的上一世 无始以来的在轮回当中很有可能 我们这些凡夫愚昧的众生 造了可以说是弥天大罪 非常多的罪业 那这些我们在临时之前 没有很好地去忏悔的话 的确是我们不要说是成就 连死了以后很有可能堕入 地狱 饿鬼 旁生 饿趣当中去 所以说我们忏悔法门 很多人很重视 但这一点也是应该需要的 前一段时间我们讲 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也是讲过 大多数的人当时也是念了 金刚萨埵四十万遍 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的修行不是口头上的修行 应该是在实际当中自己要变成一个真正清净的修行人 那这样可能自相续当中一定要学会忏悔 学会净化 这一点很重要的 所有的忏悔法门实际上还有很多的 我们昨天前面的皈依它也是一种内在的忏悔方法 发心的话 发菩提心它也是像摩羯火一样的 也能烧尽我们相续当中 罪业的一种方法 当然如果我们还有证悟空心 还有我们经常饶益众生 那这些的话更不用说了 肯定是忏悔的方法 但是这些忏悔方法当中最好的方法就是修金刚萨埗法门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也讲 每个诸物菩萨在本体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应该说他们都具足了断正圆满的功德 但是因为他们的发愿不同 他到了最后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祈祷观音菩萨相续当中能生起大慈大悲的心 祈祷文殊菩萨 我们会开大智慧 祈祷莲欢声大师 能遣除各种各样的违缘 魔众 祈祷度母 迅速地能成办我们所有的一切事业 还有祈祷地藏王菩萨 能满足我们的所愿等等 每个佛菩萨都有不同的愿力 金刚萨埗菩萨 金刚萨埗佛实际上是 我们前面也引用过吧 这个续部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金刚萨埗当时还没有成佛的时候 他说我将来如果能成佛的话 那么我的名号 我的咒语 谁念诵就能清净他的一切罪障 如果不能清净的话 我不要去 我不作成佛 我不作佛 后来确实实现他的愿望 现在已经成佛圆满一切功德 我们在忏悔方面跟其他任何佛菩萨的名号和咒语的确不同 因此我们依靠金刚萨埗的方法来进行忏悔 这个很重要的 这是我前面简单的 也是跟大家提一下忏悔 忏悔的话每个人来讲应该很重要 而且忏悔的时候也一定要具足 我们后面还会讲吧 就是具足四种对战力的方法来很正诚地去忏悔 如果你心里面什么观想都是没有 光是念百字明的话有没有功德呢 决定会是有的 但是能不能忏悔你所有的罪障呢 也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下面讲一下金刚萨埗的修法 我先简单讲一下金刚萨埗的修法 那么这个金刚萨埗的修法就是 它这里这个阿 为什么是修阿呢 一般阿是藏传佛教也好 我们密宗的很多仪轨前面有个阿 阿的意思它是一种无声的 空性的意思 我们观任何一个本尊的话 先从空性当中观出本尊 我们一般整个阿是 一切犯法都是空性的 在空性当中根据自己不同的根机 有些比较利根者的话 就像水里面跳出雨一样的 很快地一刹那间当中 所有的本尊 刹土全部都观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根机 不是那么好的根机 先空性当中观想一个金刚萨埗的种子猪 红子 然后红子慢慢变成金刚萨埗佛尊 就这样了 所以这个阿我们整个世界的七缘也是 实际上是五种生有空性的 所以密宗的这些生缘次第 非常有甚深的一些意义在里面 等一会儿我们把金刚萨埗 最后修成什么呢 也是空性 最后把全部都收回到红子 让红子变成空性 也是回归到灵 这就是我们世间的七缘 其实这样的世间的七缘 我们以前也经常讲的 这叫做生命的周期 生命的周期 实际上先从空性开始 到最后就变成空性 空性 这个如果是长的话 可能多少个万年 多少一年也有 如果是短的话 那么我们一天的时间 从早上到晚 或者我们晚生汗水 最深度的水面 一直到从水面当中醒过来了 到第二天的汗水之间 也是一个周期 或者说我们一个分别念 它的开始到最后消失之间 也是一个 所以我们很多的 金刚萨埗也好 上师瑜伽也好 还有我们修文殊菩萨等等 以后修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时候 那么这方面的修行 唯一的密宗当中有 而且密宗当中的这些修法 完全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整个宇宙真相 宇宙真相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正在显现的时候 空性和显现无二无别的 那最后也是回归到空性当中 刚开始也是空性 所以它圣经次第的整个一个虚幻 实际上是让我们称呼的 最好的一种方便方法 下面我们在这里讲修行的时候 首先是从空性当中 自己的顶上 就在约轮上面观想一个红子 红子变成金刚萨埗 那么这个金刚萨埗的圣蛇 结白的约蛇 金刚萨埗在自己的顶上 在前面也好 在顶上观想金刚萨埗 这个跟前面加行的方法稍微有点不同的 这是在前行当中也有 那么这个金刚萨埗实际上是金刚萨埗 我们这里刚才有一个导游给我供养一个金刚萨埗的像 你看你们那个摄像的人都是反射者一直放在那儿 也没有什么放它 也没有什么缩小的 我给你们这样 没事 反正你们不要动了 就这样 这是金刚萨埗 金刚萨埗他的法器 金刚和金刚灵 那么还有父母双云 我们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用金刚萨埗诞生的像 有时候所谓的双生像我以前也是讲过很多次 大家也应该知道我们千万不能想 世间当中的一种蓝女 蛇情或者说是 世间当中的一些不清净的贪心的观念来 它完全是一种非常清净的因和阳 或者说我们经常说的贤心和智慧 大悲和智慧 或者说一个显现和空性这么一个表示 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 贤心和空都有这样的两面 那么我们世间的生活也好 很多方面为了断除很多人相续当中的贪心为主的一切烦恼 那么显现成这样对利根者来讲是非常容易认识烦恼的本性 烦恼及菩提的道理 所以我们显空无别的金刚萨埗佛尊在气空当中观想 然后它实际上就是圆满的这种宝生装饰 圆满宝生装饰的话 我们以前前行当中有十三种宝生装饰 我当时特意画了金刚萨埗身上有这么多的项链 手肘 这个应该是现在的美女都没有那么多东西 这是那个 对吧 金刚萨埗有好多好多装饰品 这是装饰它的宝生圆满 还有金刚甲斧 这样的金刚萨埗灌在上面 然后在他的心间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渔轮 很小的渔轮渔轮上面有个观想特别的细的 像一根毛一样的红子 这个红子完全可以说渔轮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不是随着身体这样的 应该是这个约论很小很小的在他的心间 然后在这个中间有这个红子 很小很小的红子 一般观生气磁地的时候很细的话 说明你的心能专注 然后在这个周围白字明 白字明我们以前前行当中都有 嗡 红在这里 其实它是红在中间 然后嗡 就是这根毛侧 金刚萨埗的心间这样去观想 这个白子民在金刚萨埵心间的月子上面 有月亮上色非常细小的红子 周围有白子民围绕然后我们就开始修白子民 修白子民的时候我们最好在自己的前面 刚才曼茶罗的时候前面所修曼茶罗放在那里 当然所修曼茶罗放的话其他的唐卡 佛像这些都可以放 这个是不会有什么地主的 你修金刚萨埵的时候最好有金刚萨埵的佛像 或者唐卡也是放在你的佛堂里面 或者你自己所修行的地方 我们一般藏地有些专门修五十万加行 他就把这几个唐卡一起去 然后在山洞里或者在凤子里面 修皈依和发行的时候皈依经放在前面 修曼茶罗的时候皈依经还是放在前面 然后前面放所修的曼茶罗 因为要准备两个曼茶盘嘛 修金刚萨埵的时候也是把皈依经的前面 放金刚萨埵的唐卡然后在这个前面 自己很完整地修 还有些人经常去拿杀九五佛像前面 去修五十万加行 我们也经常看到在外面有些在供曼茶罗 有些在念百字明 有些在科大头 所以说一般藏地确实在信仰方面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吧最近有一个叫做刚仁波切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这里面有一个不太好的前面有个杀一头牦牛 其他的确里面有很多的 藏地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 他的信仰并不是造作的也并不是为了某个目的 而且人们比较淳朴可以说完全是 为了某个目的他一直很努力地做这件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很多担忧 也不是特别的敏感 可能有些地方大城市里面的人的心态 也许藏籽以前具有信仰人的心态 可能有一点差别 我们有些人修法仅仅是为了暂时的一个目标 它并不是众生的一个目标 像藏地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老修行人 他心目当中真正的信仰 完全可以说是他人生当中最清净的一个生活 其实这样他非常快乐也很淡定 不管是你的生活过程当中 包括比如说你翻车也好 人死了也好 人的降生也好很多面对的方法比较淡定的 因此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有时候没有修完加行 有时候也有必要去一个比较殊胜的地方 或者在一个寺院当中有三宝所欲的 比较具有加持力的地方 以前我们藏地也有很多去五台山去修加行的 以前好多人有在修 但是听说最近好像他们都被赶走吧 不知道怎么样 然后拉萨也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修加行的话 应该去一个比较寂静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在生命当中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时间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什么经堂里 我们学院当中有好多道友经常有什么 因为经堂里面有佛像 《大藏经》还有供灯 很多都是你自己不供的 下面有现成的供灯 所以自己观想一下 随喜一下 先随喜一下 随喜的供灯一模一样的 所以难得供灯 供水 供香 到了经堂里面随喜一下 我供的一样 然后在《大藏经》和佛像面前修五加行 修五加行的话 最好在一些经堂 在一些佛堂当中都可以 希望我们应该尽量地完成五加行 其实人生确实很难得 在诸佛菩萨面前 积累十万遍的资粮 产出十万遍的 也就是说念百字明 其实念百字明这个内容 实际上对金刚萨執的一种祈祷 供他祈祷 依靠这种缘起 刚才我们观想的 金刚萨執的约论 在约论上面的百字明 降下甘露 自己身上所有无始以来的贪嗔痴 所造的这些罪样 全部都是非常不干净的 一种液体的方式 龙 雪 还有各种种类全部都是下去 开始沿着自己的身体 开始流下去了 这个时候自己的缘亲宅住在地下 他们一直有盼望的心 长着嘴 长着手 一直等待 然后自己身上所有这些 不干净的东西 全部都是他们那里 然后他们得到 他们得到之后 每一个众生这些缘亲宅住 无始以来给他 有很多很多的欠债 他们全部都已经唤清了 唤清以后 他们都心满意足 那么这就是金刚萨埵的修法 金刚萨埵的修法 我们平时也讲的是 忏悔的时候一定要有四种对质力 一个是所依对质 也叫做依止对质力 这个是上师也可以 佛也可以 本尊也可以 还有三宝所依也可以 包括我们的一些金刚道友也可以 我忏悔忏悔 我今天做错了 这就是所依对质力 金刚萨埵面前 或者佛像面前 我们如果在别人面前不好说的话 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马上到佛堂里面去忏悔的话 这叫做所依对质力 第二个是破恶对质力 破恶对质力 我们以前所造到的业 非常非常地后悔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后悔心的话 罪也是不能清净的 所有的对质力里面 破恶对质力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恢复对质力 恢复对质力以后再也不造作发这种实验 第四个就是现行对质力 现行对质力刚才我们祈祷金刚萨埵的方式来 金刚萨埵身体降下甘露 我们所有的罪业全部都清净了 自身一张非常透明的像玻璃白一样非常非常清净 还有现行对质力里面其他的一些引导当中 包括我们的转绕 念咒语 转贪承等等 转贪承的时候那天听说我们有些道友的话 哎 你们不要造 不要造 因为贪承是见解脱这个不能造的 如果见解脱的话为什么不能造呢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是下智慧 到石头林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自己根本不懂 然后给别人一种 好像别人面前很懂得的样子 但实际上自己根本不懂 所以以后不管是制止什么东西的话 你要如理如法 你要让别人做什么事情的话 你自己要懂这些如果你不懂的话 的确也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刚才在讲 包括我们转贪承 转佛塔 转善也好 还有自己的看书通过很多方法来修行 这叫做什么呢 先行对质力 通过死对质力的方式来 他这里也讲了 以具足势力 随着降下甘露 尽除所有的罪障 刚才我念的百字明 念完百字明的话 杰座的时候 护诸我已无知的愚痴 违约很多的誓言 密宗当中和显宗当中的誓言 七缘是十护九 七缘就是金刚萨埵 护诸你 应该救护我们这些众争 诸证金刚萨埵 也就是说 诸证金刚萨埵 金刚萨埵 大悲本性尊 诸诸诸我皈依 那么你就是一切大悲 和一切诸佛菩萨的本体 那么我今天开始皈依众生的护诸 这样以后 我与一切众生发露忏悔所施的 一切身语义 还有根本誓言和之分的誓言 这是密宗当中经常讲的有 七缘所有的这些罪障 堕罪 勾染全部都得以清净 一次祈祷就观想金刚萨埵 非常欢喜地予以给我开与 也就是说 他当时说 其实我们刚才因为自己的身体一直降下甘露 罪业都已经清净了 一直祈祷金刚萨埵 那么这个时候自己心里面观想金刚萨埵 告诉你善男子 你说出的这些罪业 全部都已经得以清净了 并且说完以后上面的金刚萨埵 融入于自己的身体 本来是刚才金刚萨埵记得吗 然后自己的之间前行当中 好像自己最后降下的甘露 自己所有的中脉 金脉 雪脉 还有雪脉 所有的四轮三脉全部都是已经充满白色的甘露 好像变成一个白色的牛奶瓶一样 现在我们学院经常有一些牛奶瓶 我们身体都全部变成这样的 知道吧 因为金刚萨埵的甘露全部都清净了 我一点嘴意都没有 全部都清净了 最后金刚萨埵佛尊融入光 融入我自己的身体 融入我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我的身体也变成金刚萨埵一样 一模一样的 自己的心间红字上 然后自己都变成金刚萨埵 这个过程很重要的 这里面讲得很重要的 自己的心间红字上面有 嗡半字萨埵红 颜色不同的 《前行》里面讲的有不同的 这六个字发出五种不同的光 依着光色道 十方的清净刹土 供养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和护法身 那么最后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洗涤 全部融入以光的方式来融入自己的身体 有心间的这六字正眼发出无量无边的光 光照射到整个六道众生 三千大千世纪的所有众生 而光所接触的所有的众生 全部都变成金刚萨埵 跟我一模一样的 全部都变成金刚萨埵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显宗里面讲《显观众案论》的时候 到最后有一个圆满清净成熟 有这么几个词吧 这里面清净的话 实际上我和众生本来都是清净的 就像《维摩戒经》里面讲的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无名的原因还没有动到 我先这样的修法认识到世界本来的清净 其实《生起次第》当中有很多道理 本来都是清净 但是我们因为不知道而已 通过这种方法来完全收心 完全回归到真正你本来的面目上面 我们观想以后自己和一切众生都变成金刚萨埵 然后就念金刚萨埵 这个当中不用念很多 因为我们作众是修百字明 修百字明前行当中也讲了特别多的功德 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住在成都中央花园那个地方 然后当时好像那个警察现在都已经退休了 他专门给上师拍一个门卫 他一边穿着警察的衣服一边念百字明 我又一次问你忏悔的还可以 他说《前行》里面讲的百字明的功德太大了 但是我们有些年轻的出家人在那边在看电视 玩 我说有点不合理 你看警察在念百字明 出家人在看电视 他说哎哟 我现在肯定罪业比较重的 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法王这里也没有很多的事情 他自己天天都是灌在一个小屋子里面 念《前行》里面的百字明功德 也看百字明的功德念百字明 修加行 尤其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可以 你们有些人可能各种身份吧 我们今天听课的人当中有各种身份 不过现在网络很方便的 不同身份的人都用自己的方便方法来 iPad拿出来你就可以得传承 得法药很方便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方便方法 可能你亲自到某个地方去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我想这个百字明功德非常大 一定要修有生之念当中 以前华智仁波切的传承弟子 你看修特别多的百字明 你们也可以看看很多的 包括《前行》当中这么讲的 所以这个六字针研 欧巴尔萨陀佛 因为主要是修十万百字明的原因 不用修特别多 但是一定要好好地观金刚萨陀 观金刚萨陀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刚开始不太会观的话 一定要把佛像放在自己的前面 然后一直看着 一会儿闭着眼睛 刚开始你闭着眼睛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显的 然后到一定的时候把你所观的这些道理 对境的话可以现前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下一点功夫 如果没有下功夫的话 没办法的 然后到一定的时候 比我们平时观得还要更清楚的 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话 他的身世和这些完全是超越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一些景象 这是很多前辈的生起次第的修法当中讲得很清楚的 当然我们前行里面讲的一样 我们观修的时候一会儿观金刚萨陀的利纳处 还要一会儿观他的整个服饰 一会儿观整个他身体的庄严 一会儿我们可以观他的江夏甘露催准 有时候我们就想 无始以来我所造的罪业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一心一意的心就专注在 专注在金刚萨陀和忏悔有关的事情上面 而并不是我口里面说 把那扫多萨埋麻烦 把那巴拉耶 心里面想我如何赚钱我如何给别人打架 我等会儿下完课的时候我要干什么什么 甚至有时候就生嗔恨心 生贪心 生嫉妒心 这样的心态当中你念了百字面的话肯定没有什么 只是你的嘴皮在动而已 实际上并不是很殊胜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还有一个要点 我们以前也讲过 《光明藏论》当中我们所念的 百字明也好 所念的咒语 这个咒语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想到 本尊是无二无别的 我们经常认为 金刚萨埵可能在虚空当中 在我的心里前面显现的 而这个咒语它仅仅是一个语言 仅仅是一种词语 声音而已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大的功用 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合理的 应该《大黄黄王》的最后一品当中吧 最后一品是咒语 是吧 没错吧 这个密宗当中把本尊和咒语无二无别 也就是说 我口里面念嗡班子萨埵红 金刚萨埵就是这个嗡班子萨埵红 当然这是密宗当中很深的一个窍诀 本来今天你们有些人是非法气 不能讲的 你们没有修完之前 这么深的教言都是不能传的 但是我今天心态比较好 原来法王讲着讲着 有时候讲着大圆满的时候 这些大圆满都是不应该讲 但是我今天心情很好 讲出去了 所以我今天心情比较好一点 给你们透露一点 意思就是说 我们念诵的咒语 以后你们学幻幻幻的时候 到最后一品当中完全明白 实际上真的这样的 我们念观音信咒的时候 我们不能认为 观音菩萨在那边一面四壁的 咒语 这是我口里面的一个声音 这种声音它是一个声波 没有什么的 其实这是说明本尊和咒语 还没有懂得无二无别的 真正的咒语 我们所看到的嗡班子沙陀红和 然后我们耳边听到的声音 或者我自己嘴里发出来的声音 完全是跟金刚沙陀无二无别的 一体的 所以我跟他无数的 或者十万遍这样的念诵 实际上跟他的能力 我刚才讲的他的加持 已经我反反复复地 已经发挥了十万次 这样我相续当中的 智慧的力量 也就是说金刚沙陀的力量 再次地发挥出来了 比如说 我们一件事情说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的翻面的力量 自然而然会剥弱的 所以我们念诵的时候 如果你们以前修过一些生气词地 懂得咒语和本尊 无二无别的窍诀的人 一定要把咒语 堪称真正的金刚沙陀来念诵 这样的话 罪业很容易清净 嗡班子沙陀红这样来念 这个是不用念特别多的 那最后有这个回向 给完的音乐 刚才已经念完 愿我受益慈善根 成就金刚沙陀尊 允允众生无异于 细节安置彼果位 我们修金刚沙陀的善根 愿所有的众生都变成金刚沙陀 都得到清净的果位 最后一个发愿 请愿我与一切众 实惠誓言皆清净 但愿我和众生所有的实惠誓言 得清净 从今乃至菩提果 三摩一皆喜清净 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发愿吧 意思就是说 最后做这样的回向 当然这个中间稍微安住一下 刚才所有的众生已经清净金刚沙陀 那么最后众生也全部变成我 因为刚才自己变成金刚沙陀 然后自己变成金刚沙陀 刚才所有的众生都变成金刚沙陀 这些金刚沙陀变成光融入自己 那么自己金刚沙陀的身体慢慢慢慢从外面周围融入中间的 这个欧巴尔萨陀佛 最后欧巴尔萨陀佛前面的几个咒语全部融入虹 然后虹子从下面慢慢慢慢往上揉 最后最后一个圆圈 我们说的蓝塔 最后变成蓝塔 也就是说最后一个圆圈融入虚空当中 这个我刚才也讲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刚开始是阿兹开头的 最后就是虹子而消失的 中间当然有一种消失 所以整个这一点 不仅是佛教当中 科学家也是完全成人的 整个世界的七缘也是空的 最后回归也是空的 而且现在正在显现的时候 我们从缘子分子 从种子之子 这样的分析方法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显现的 所有的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本体 也是空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有些时候佛教当中 真正的一些道理的修法 通过修行的方式来认识宇宙世界 包括我们自身的世界和外在的世界 佛和菩萨的形式 我们表面上看 这样的一种修法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人的心 回归自然的一种最好的方法 那么这样一来通过金刚萨埵特殊的一种发愿力量 让我相续当中所有的这些罪障得以清净 这一点很多人通过修行之后 自己也是完全明白的 有些人觉得我罪也很生长 千万不要有特别大的一种 绝望 失望 以前即使你造了多少多少罪都可以清净 《百业经》里面不是说一个人杀了五千个人吗 后来忏悔以后得以清净的 然后芝麻王杀了九百九十九个人 最后也是芝麻王吧 我有时候说错的也有 昨天好像我说三十佛 然等佛 释迦佛 弥勒佛吧 我说加舍佛吧 所以有时候口误也有 所以芝麻王的这种清净 罪障清净 那么我们即生当中遇到这样的法门 的话的确也是很荣幸吧 在末法的时代当中我们有这么好的忏悔法门 通过忏悔以前上师如意宝对忏悔法门是非常重视的 现在我们学院里面的不管是汉族也好 藏族也好 其他民族其实对忏悔法门大家都很重视的 而且这样的重视不要看着一段时间的一种热情 应该是在一生当中修这些法 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些修行法 并不是就像世间当中的一些快餐文化一样的 一会儿上来了 一会儿就起起落落 不是这样的 很多的这种修行 生生世世都是可以直接用的 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大家年轻的时候说到的法 你晚年的时候还是会用的 但是我们其他有些东西年轻时候买的衣服 就是晚年的时候不一定可以穿 年轻时候喜欢吃的东西到晚年的时候不一定 世间当中的很多东西你年轻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 到了晚年 中年的时候不一定 但是有些修行的道理完全是我们 生生世世都可以有这种实用性和实教性 因此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一种坚固性的 恒长性的还有恭敬性的这些心态在修行当中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金刚萨執的修法和漫长路的修法 希望很多人尤其是这次通过跟大家讲述这个 那么明年 后年修加行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修完加行以后我那天也不是讲了吗 就像一个野马被寻护完了以后一样 修行人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没有修加行的人的脸色和气色 跟修完加行人的脸色 包括他走路 说话 吃饭 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 他因为被已经驯服了 他总体的素质还是有所变化的 也许你们认为我说得太夸张了 但是不一定的 还是有经验的人看着一个人的一眼一心就能看出来 现在国外有一种说法叫做 吃一顿饭的时候知道这个人素质是什么样 可不可以跟他合作和交流的话 只要跟他吃一顿饭就基本上清楚了 世间人也有这种观察方法 我们也有 修完没有加行的话 你跟他短短时间当中的交流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所以大家修完加行以后对自己的相续也会有变化的 将来包括有些密法的更深的更广的有些道理 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行持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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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